其實做幕後的比做幕前還要累 那個時候是這樣 其實我所謂的經歷症候期 第一個我先遇到的是 我本來是做幕後嘛 然後開始幫忙這個節目配音 但我又不是科班出身 幫這個外景美食節目配音的時候 我就傻要白熬 然後不知道節制 那時候我發現最快還在配 亂喊亂喊是不是 然後吼叫 哎呦啊 怎麼會這樣 什麼 好 哦 厲害 就每天亂喊 我記得最高紀錄一天配六個小時 哇 對 然後又要一直出外景 又幕後工作做 哎 我記得 六個小時配音不是講六個小時喔 不是 是講不對要再來一次 不對再一次的 對 篤林哥有配過 那時候 我記得這節目才第二年第三年 我喉嚨就開刀了 長檢 長檢 然後呢跟那個製作人說 我就要先休息 醫生說四十天不能講話 那製作人說的是 那四十天不能講話 然後我節目開電窗 所以變成是開刀之前 你要錄更多 啊 錄更長 反正你都要開刀了嘛 就一次把他摧毀 是 天啊 對 然後那個時候 這是我第一個遇到的傷痛 可是演藝圈的人 製作人好壞喔 結果沒想到這個是第一個遇到 我以為這已經是最糟了 結果不是 那個時候呢 我老婆生了老二之後 因為我一直在外面跑 最高紀錄那時候一年 一百多天在國外的不同飯店 醒過來 這還不包含台灣的外景 所以等於是一年有一半時間不在家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好羨慕 好棒喔 對 做節目出國都不用錢 到處去玩 對 到處玩 可以賺錢 其實他們 他們有還滿辛苦 醒過來這是哪裡 對 然後一樣 我在外國的時候就拿枕頭 把自己後面捂住 繼續配音 我曾經配到凌晨兩點三點 然後跑到那個飯店拉閉 播接上網 把我的聲音傳回台灣 是喔 對 然後弄完就四點了嘛 然後早上六點要起床 為什麼 因為七點要換飯店 然後往下一個城市走 真正讓我轉念 確定要離職的是 我女兒滿周歲了 她在家裡看到我是叫媽媽 因為她生活沒有爸爸 她不會 她發不出那個音 對 因為她沒有喊過爸爸 天啊 所以平常也不能找人家練習 是 找人家練習會不會 難來懷疑 喂 不能找隔壁來練習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聽起來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笑 但我自己覺得很心酸啊 所以我就決定好 那我就離職 我就把幕後的工作完全放掉 然後去外面接 譬如說活動啊 配音啊 演講啊 我老婆說 那你平常認識那麼多人 趕快想辦法問問看 那時候可惜 沒有想到賭靈哥 那時候我就去問了一下 我身邊周遭的朋友 然後我朋友跟我們說 其實他問我說 信不信神明啊 我自己遇到這個轉型這樣 他問我說信不信神明 我就說 那個神明我們遇到都會拜 出外景 就連那個什麼 那種阿拉的啦 耶穌基督的 我們都會進去 對 你們常出國嘛 就各種的神明都會拜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如果你都信的話 你就跟我來吧 我說要去哪裡 在台中龍井的一個天宮廟 他就跟我說 那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那個玉皇大帝的金聲 你一定有聽過 我說我好像有聽過 但是又沒有看過 他說對 因為他不是擺在外面的那一種 我說那難怪我沒看過 我就跟著他去了 然後去到那邊 我就印象中走進去 就被那個很大尊的 玉皇大帝的神尊給嚇到 多大尊 我這樣看 大概有兩公尺高吧 或許是我那時候 可能真的運勢再低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好大 所以很莊嚴 很莊嚴 而且金光閃閃水起千條 然後我一個廟裡的師姐就說 你看到這玉皇大帝 它外面那個金箔 都是金聲 真的是金箔貼的 對對對 信徒還願貼上去 我說哇 貼這麼大一尊 那要花很多錢 他說對 你看有多少信徒這麼虔誠 我心裡就覺得 這麼重嚴 一定要來試試看 如果你是過年前要來的話 最好 就可以一口氣 參加我們的祈福法會 然後大年初久 還是提公息 然後廟裡會用 十二柱的那個大龍香 來禁貢我們的玉皇大帝 十二柱的什麼 大龍香 大龍香 就很粗的那種 很粗很高 我想說能夠多大 就香嘛 他拿照片給我看 哇靠 比我還大 六次 超有感覺的 超有感覺 然後他說 這也都是信徒會禁貢 我說哇 那這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他跟我說 你就是來這邊 來我們這邊拜拜 然後記得 我們這個大龍香來點 然後呢 過年的時候 這個新年的祈福法會 一定要來參加 然後玉皇大帝就可以幫你 幫你把這個 好的一年的運氣都收進來 壞的運氣都幫你排掉 如果像我現在在谷底 他跟我說 有一個東西要點 叫做招財燈 我說招財燈 不就只有光明燈 什麼什麼什麼 太歲燈 招財燈 他說招財燈很特別 他們這邊的招財燈 是點在玉皇大帝的正殿 所以等於玉皇大帝 一整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給你過條條 是點正殿 不是點什麼偏點 不是偏點 不是偏點或是門口 因為玉皇大帝是最大嘛 對不對 對...鎮店是最大 而且在玉皇大帝在旁邊 我說這個好特別 他說你真的要點 點了你會有感應 我那一天就拜拜 然後也報名參加祈福法會 然後我想說這樣子應該就可以 等好事發生嘛 就回家 那天果然發生事情 我睡到半夜啊 然後就感覺好像有人在叫我 然後我就想說是誰在叫我 然後我就眼睛張張不開 怎麼會這樣呢 我猛一翻身 自己不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就看到一個霧霧的地方 然後你看不是很清楚 可是前面有個東西很亮 然後很大 然後那個很像一個人 然後就跟你嘀嘀嘟嘟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一連做夢夢到兩三天了 我都快嚇死了 到底說什麼 我聽不懂啊 然後就打電話我朋友 我朋友說這個應該是有感應喔 我幫你問一下廟裡的師姐 哇 因為那個在台中 我就沒有過去 然後我朋友就真的去廟裡 幫我燒香 然後順便問那個師姐 後來師姐竟然跟他講一個 他說來我們夢裡的那個 金金很大的那個 就是我們看到玉皇大帝的金身 然後他來這邊就是在告訴你說 你來我這邊拜拜 來我這邊點這些燈 我收到了 而且他還特別跟我講了一件事 他說因為我離職的那一年 是我的太歲年 太歲年不可以很大的變動 但我不但離了我幕後的這個職 我呢還自己呢 連那個正職的公司 就那個什麼名片都繳回去 然後呢我還轉了一下 就是我原本的工作 還跟原本工作不一樣 我再也不看袋子啦 再也不寫後面的稿子啦 他說這個變動太大了 所以我犯到了太歲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安穩度過這一切 可是他是來夢裡告訴我 請我放心 因為我有去那邊參加 他祈福法會 他一定會幫我 把我這個難關度過 每年過年都會報名參加 新年的什麼什麼什麼祈福法會 新年的祈福法會 怎麼能不敗呢 我們也都想去 在這邊奉勸一下 所有的這個鄉親朋友 鄉親朋友啊 你如果因為這兩年的疫情期間 遇到這種不順啊 難關啊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台中農情的天公表 真的要去拜一下 尤其是 下年的祈福法會 一定要去參加 如果你還像我一樣 手頭緊到快要賣血的 記得那個招財燈要點 玉皇大帝24小時 365天都幫你照顧 這真的有夠認識 一定要給我們參拜一下 真的 而且這個有特別什麼 犯太歲的啦 正充啦 偏充啦 或者沒有犯的 都可以去點那個招財燈 對不對 健康燈什麼都該點一點